机器人可以生孩子了 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吗 近日 美国科研人员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物繁殖方式 并利用这一发现 制造出了史上第一个可自我繁殖的活体机器人 根据相关报道 最初 科研人员从非洲爪蝉的胚开中 提取干细胞并培育成皮肤细胞或心肌细胞 将其分割成单个细胞后 在显微镜下进行组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王小伟认为 Denobot图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人 它的出现宣告了一种新的人造物的诞生 王小伟说 我们现在理解的机器人更多说是一个机械的 然后它的最后通过计算机了一套编程 来执行特定功能的这样一些机器 这个也不是机器 它是一个有机体 所以可能更接近于是一个生物体 但是又不能严格说 它是一个生物体 它是完全是人造的 一些网友评论说 这是疫情来了 生怕科学家们造出了一种 可以毁灭人类的致命生物兵器 换句话说 短时间内 它很难对我们的生物圈 乃至人类社会产生威胁 叶盛说 所以从长远来看 它的安全性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尽管这种活体机器人 目前还不能离开实验室 也只能进行一些简单和基础的活动 但美国弗蒙特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约西邦加德表示 这种分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成果 或许可以用于人体和环境中的许多任务 例如收集海洋中的微塑料 检查根系和再生医学等 那么这种非常好 我们终于有点水的再生粉 然后再生粉 我们终于有点水